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是中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特别节目 欢迎您的收看 那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缅博士的各位嘉宾 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贵强先生 欢迎您 王主任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一位是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急救部主任赵小冬 欢迎赵主任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欢迎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欢迎 好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鲜出炉的疫情榜单 国家卫健委23号上午通报 全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总体情况 2月22号 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8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230例 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630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742例 22号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部分中外专家赴武汉考察 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座谈并参观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据悉联合专家考察组已于16号正式在华开展工作 目前已完成在北京 广东和四川的考察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2号在沙特首都利亚德开幕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议题之一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 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近日来的复工复产进程 并期待中国早日战胜疫情 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建设 目前中国在权力抗疫的同时 也多挫并举 加快推动有序复工复产 其中涉及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企业 复工复产成效比较明显 口罩近几天的产能一直在100%以上 此外 北京 天津 福建 吉林等地 纷纷打出政策组合权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2号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关于对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 实施康复隔离的通告第16号 经研究决定 即日起 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完成医院治疗后 应到指定场所统一实施为期14天 免费的康复隔离和医学观察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盛信 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钻石公主号邮轮已下船的23个乘客 在2月5号起的医学观察期内 未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加藤盛信承认后劳省工作出现失误 目前已经追踪到这23个人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介绍 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上午9点 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3例 累计确诊病例556例 新增死亡病例1例 累计死亡病例4例 在新增确诊病例中 与大邱某教会有关的人员共75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台湾地区中小学校的 寒假延长至2月25号 开学在即 各个学校展开防疫大作战 台教育部门也表示 无论学校人数多少 只要有两名学生或教职员工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学校就要紧急停课 据俄媒22号报道 美国防部称 近期开展了一系列 模拟俄罗斯对欧洲开展核打击 且美方还击的小型军演 军演由计算机模拟完成 对此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科萨切夫表示 美国是在保持 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感 这是为美国在欧洲部署 新核武器铺路 叙利亚交通部22号宣布 续首都大马士革 与北部重镇阿勒坡之间的公路 正式恢复通车 由于汉谢洪镇 至阿勒坡市105公里的路段 此前被恐怖分子控制 且遭炮火破坏 路面受损严重 续交通部提醒 抢修之后的路面 仍未完全修复 通行时应减速慢行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全国的疫情 23号国家卫健委通报了 全国的新冠肺炎的病例 总体情况的一个最新数据 22号的0点到2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是648例 新增死亡病例97例 湖北是96例 广东1例 另外新增疑似病例是882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230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2128人 重症病例减少509例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要先请王国强主任 给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的这个疫情数据 因为我们注意到 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 好像呈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包括湖北省以外的 这个新增确诊病例 总体上还是呈现下降的趋势 有很多省都已经是 这个新增清零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有个别省 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所 有一些这个新增的反弹 那您觉得 现在我们这个疫情防控 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好的 首先目前从数据来看 新增的病例 总体是趋缓了 并且出院的人数 是大幅度增加 所以整体的存量 一定是逐渐在减少的 因为出院的病人 逐渐多了 然后增加的幅度小了 这肯定整体的 这个病例数 会逐渐减少 但是这种情况 我们仍然不能忽视 就是一方面病死的情况 仍然还是比较高的 还是90 将近100例的病人死亡 所以现在目前重症患者的救治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那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 有些地区呢 确实有些病例的增幅 大部分省区呢 实际是明显的一个控制了 有的是零了 但是确实有些个别的地区 包括一些群体的 包括前一段 像监狱层面等等这些 也出现新发的集中的一个爆发 所以这种形式呢 仍然不能忽视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呢 整个防控的态势 绝不能放松 因为如果放松了 就会可能出现反弹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数据 是在全国强力的防控 这种前提之下 取得的一个战果 所以我想呢 下一步防控呢 仍然要这个严格的防控 这个战略是不能变的 并且呢 在一些薄弱的地区 要进一步加强这个防控的力度 我们看到新增死亡病例97例 湖北就占了96例 对 湖北以外呢 其实只有一例 没错 那现在湖北对于这种 危重症患者的这个救治 现在是不是还是非常的关键 是这样 因为前一期期呢 这个积压了很多的病人 这个没有能够及时住院 所以呢 导致呢 病人呢 这个病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因为从目前 新冠肺炎 这个从病死的情况来看呢 一个是年龄比较大 一个呢 就是这个 有一些基础病 再有一点呢 就是和治疗时间比较晚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恰恰在湖北武汉地区呢 存在这种 没有及时得到 这个救治这个问题 所以积累的病例呢 还是很多 比较重 所以现在在武汉 这个湖北 尤其是武汉 现在重症救治的一个问题 还是很严峻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 全国持员武汉 尤其是重症的 ICU的这个团队 来进行相应的支持 来进一步降低病死率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方法使用 包括血浆 这个恢复期血浆的问题 包括我们第六版 治疗方案里面 提到的这个 血液净化的问题 还有干细胞问题等等 这都是针对这些重症患者救治 采取的一系列的一个技术 想方设法的要降低这个死亡率 而且还要早介入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网友们 根据我们今天的这个疫情数据呢 都提来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网友明月他提到了 最近大家也很关注的 这个核减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看 明月说呢 之前我看湖北有核减的病例 那核减的根据是什么 后来又说不允许核减 已经核减的必须加回 那这样做的话 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这个问题真的是 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 我们继续请王主任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的 这个核减的原因呢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第五版呢 因为武汉这个地区呢 由于核酸检测这个能力 当时是有限的 所以导致很多病人呢 不能及时检测 不能确诊 所以在第五版 我们加了一个临床诊断病例 也就是说没有病原学 但是临床都复合 也是做临床诊断 这样病人呢 就按照新冠进行救治 不耽误治疗 对 因为这当时是为了解决 救治的问题 及时收入院了 但是第六版 我们就把它改回来了 就是说把这个临床诊断病例取消了 因为武汉湖北地区呢 这个核酸检测的能力 已经满足了临床的需求了 所以就没必要设这个 临床诊断病例了 所以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呢 正好我们是20号发布以后 19号发布了呢 这一天呢 湖北一些地市啊 他就把这个确诊的病例 就把它这个认为是 把它拿出来了 排除了 放在19号这天 就18号的病例 拿到19号期间 把它剔除出去了 所以这个实际影响了 19号当天的一个 疫情的真实数据 也就是说前一天的数据 拿到这一天来算来了 也就是核检到第二天了 所以这是不合适的 所以后来呢 又把它拿回来了 11c里面呢 就是说保证这个 每天的发病数字的真实性 也就是说 他前天病例今天确诊了 然后给他拿掉了 那正好拿这一天呢 不是今天的病例 是昨天的病例 现在把昨天的病例 给核检到今天了 所以是不合适的 所以现在呢 已经没有这问题了 因为现在所有的病例 这个没有说 这个临床诊断病例了 都是确诊的 放在确诊里面 疑似放在疑似里面 所以这个保证新增的 确诊病例呢 这个数字是准确的 没错 对吧 是这样 其实呢 也能够保证 我们说的这个 应收 禁收 应治 禁治 对吧 对 不要 最好不要有漏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病毒 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毒 所以确诊和治疗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调整 所以可能也需要时间的来印证 没错 是这样 实际当时这个临床诊断病例 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关于这个话题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发来 好的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呢 是直接提问给赵主任的 我们来看看 通过大屏幕 应该也可以看到 好 老陈的一个问题 他说 新闻报道呢 说呢 有一位治愈者出院10天之后 复检查出核酸的阳性 是怎么回事 那最近还有确诊病例的 潜伏期长达27天 病毒是否已经变异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 非常集中会关心到的 一个话题 这个报道呢 一出呢 得到很多大家的热搜 大家对一个是 对于我们核酸的检测的准确性 提出了一些 大家一些想法 另外一个对于我们 处院的一些标准 也处置了一些疑问 那实际呢 我们回头看一下 核酸的检测呢 实际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那么一个就是我们讲 就是我们主要 我们这个样本的 这个种是否到位 另外一个我们在讲 它是否合格 那我们现在常规取呢 一个是烟试纸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常规送的是一个痰 那么烟试纸取的是否操作规范 影响我们 我们在讲 对核酸的最终的一个准确性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谈的流取 标本的流取 也最终决定我们核酸检测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这个病情的不同的阶段呢 我们在讲 它的病毒量 它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也影响我们检测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大家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试纸的这种质量 以它的这个灵敏度 这几个方面呢 都影响我们试纸检测的 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也在讲 即使我们现在很成熟的一些技术 也存在着假阴性的这种结果 所以在这里边 我想可能是否存在着这些因素 影响我们这个 就您不认为它可能是 痊愈以后又复发 对吧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个复发的可能性 这个是从 这个冠状病毒来讲 这个产生抗体 这个人的来讲 按道来讲 是不会这么短时间内复发 再引起 再出现阳性 可能还是核酸检测 除非它变异 那现在目前没有便移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不会这么短时间内复发的 至少半年以后 它能这种复发的可能性 另外刚才呢 他提到的这个第二问题 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治愈出院以后 又再次检测出来 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事件 您说有可能是检测过程当中的 这个不准确造成的 另外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极端的 就是潜伏期居然达到27天 这属于非常极端的这个案例了 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存在 比如说这什么样的可能性 这个潜伏期呢 实际我认为这个中南山院 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于潜伏期 因为这个是潜伏期呢 是由患者本身自己的一个 自述的一个潜伏期 另外一个这是一个个例 那么也在讲 这个个例呢 是作为一个长的潜伏期来讲 是没有一个科学性的 它不能代表一个患者 整体的一个潜伏期 所以呢这里面也提到 我们不能去 我们再讲这个过度地去解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讲一个误导大家 那么也增加了大家心里这个负担 对 并且这里这个潜伏期 这么长的潜伏期 应该进行重新的流行病学 重新评估的 没错 因为它中间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一定就没有任何接触 这是可以打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之前呢 我们看到中南山院士团队当中 这个报告提到的最长的 有24天 也是说其中的一个个例 对 它1099例当只有一个个例 对 因为得提到了 这是一个患者次数的一个潜伏期 就是有可能说 潜伏期长达24或27天 可能这是个假命题 对 这个中间呢 它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密切接触 这个一定要做非常严密的再调查 对 再去流行病学的一个详细的再仔细的一个调查 对 这个一定要非常准确才行 没错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种极端的个例很难来印证说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长的潜伏期 这个就不科学了 好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个抗疫一线的情况 目前呢 武汉的疫情防控处在一个关键的窗口期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到22号的24点 武汉一共有16家方舱医院正在运行 目前呢 方舱医院无死亡病例 同时呢 武汉还将再建19家方舱医院 进一步地集中资源收治患者 此外呢 全国各地也再次增派医疗队到武汉和湖北 来支援抗疫一线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这方面情况 在21号举行的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上 武汉市副市长胡亚波表示 武汉的疫情防控仍然处在一个关键的窗口期 下一步呢 我们将按照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的原则 准备进一步加强方舱医院的扩容 计划再建19家 也就是到2月25日 全市储备的方舱医院床位 要达到3万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达后将参与对武汉及周边区域重症病人的救治 一线的抗疫和战疫的情况 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对 的确有很多新系武汉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晴天的一个问题 他说呢 目前武汉的方舱医院具体收治的情况是怎么样 新闻说武汉公布了一批全面开放门诊的医院 那这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关于前方的情况呢 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湖北省肿瘤医院 魏绍中院长来做一个解答 要请 这次我们医院先后派出了四个医疗队 这个分别在雷神山 武昌的方舱医院的医疗队 还有洪山的方舱医疗队 最近又派出了一个到省为党校的方舱医院的医疗队 总共是四个队伍 提管这个方舱医院的这个医疗队是我们医院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 由二十名医生 四名护士组成 他们医院之后呢 这个开展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数有特色的工作 比如说在这个他们的病区里面 选择这个先进的这样的一些积极分子 病人担任这个区的区长 然后也选出一些先进的这样的积极分子 担任这个区的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这样的党支部书记 通过这样的两个带头作用啊 这个患者和患者之间做这样的一些沟通啊 思想工作 让患者的稳定群细 这个我们实际上从这个非关肺炎发生以来 医院的门诊的急诊一直是开放的 二十号以后呢 我们全面的扩大了这个门诊的开放 首先我们必须给患者做些常规的一些检查 和这个CT的检查排除 非关肺炎的存在以后 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住院这样的一些工作 否则的话以免造成这个疫情的扩散 谢谢魏院长的解答 那我们的网友呢 发来了方方面面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再为大家推送一下 好 我想来推送来自辽宁的网友 南南他发来一个视频问题来看一下 专家说存在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可能 那么在疫苗和特效药成功研发出来之前 个人是否需要做好长期的防护准备 今天我们的网友确实提的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内在于是想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到 无拘无树 无忧无虑这样的日子 它是不是会转化成一种这种长期的存在的一个病毒 甚至可能以后还会转化为一种慢性疾病 赵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好的 好的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和我们经常伴随的这些病毒的感染 首先流感病毒 实际上它伴随我们已经走过了 已经有2400多年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在2400多年前流感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特别是在流感这个爆发有30多次的大的爆发 那么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那么爆发在11个月之间 我们就有5000万人因为流感爆发导致的死亡 那么在20世纪中叶 包括我们亚洲这个感染爆发的时候 也有将近100万人的死亡 那么现在目前流感每年我们再讲 每年爆发重症的也有300万到500万 那么它的死亡率也接近30万到50万之间 那么最近可能有些网友也看到了 美国这一季度的报告 它有2600人感染 那么它的死亡率也接近感染的 重症的住院的也有25万 那么它我们再讲死亡率也在1.4万左右 所以我们也在讲这个流感病毒已经伴随了我们 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会有每年有的时候流感会爆发 另外一个我们也在讲就包括我们的埃巴拉病毒 实际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它毒性很强 尽管我们在讲它的死亡率只有一万多 但是它的死亡率接近40%到90% 所以我们在讲有些病毒伴随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年 包括我们唯一消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天花 实际它伴随了我们大家知道 也伴随我们有3400多年 实际在古希腊的时候古埃及的时候就开始 包括我们叫它的一个 一个我们在讲一个修道院的就得了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讲已经伴随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唯一的在80年WHO已经说我们唯一的消灭 唯一的一个传染病 所以我们也在讲这些疾病一定会还会 无论是我们唯一的消灭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天花病毒 天花病毒 就是病毒相当于是潜伏起来了 像非典病毒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也在 也还在 包括现在我前一段美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 他们周围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博士生 就是在美国得了H1N1最后取消掉了 所以我们在讲 就H1N1是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嘛 那么也去世了 所以我们在讲包括SARS 它也是只是我们在讲没有集体的这种爆发 只是零星的这种散发 所以我在讲就是说这些病毒呢 一直都伴随我们生长 伴随我们人类的生长 所以这个病毒肯定和我们要长期共存 这个是大家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这个想出来 延伸出来的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关心 就是这个肺炎会不会变成和典型肺炎一样的一种慢性病 比如有的那种传统肺炎它可能会持续好长时间 这个有没有可能要王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好的 首先这个病呢 应该定位为是个急性的病毒性疾病 变成慢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刚才提到了 是不是这个病毒有可能明年呢 或者后年还会出现 这种可能客观说是有可能的 因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实际对它的中间宿主并不清楚 像SARS我们说中间宿主是骨子梨 那骨子梨我们不接触它了 这中间宿主没了 就没有机会和人类接触了 传染给人了 像MERS它是骆驼所谓的中间宿主 所以经常会有病例报告 因为骆驼和人类不可能一点接触没有 对 就那中东呼吸综合症 对 中东呼吸到这个病毒 那么这个病呢 目前我们的储存宿主真的不知道 现在初步地看可能是穿穿甲等等这些 如果是穿穿甲我想还好 那可能跟SARS一样 很难在人类造成再次传播 除非你还有机会去接触传染甲 还吃这些野生动物 所以现在呢 我想这个病能不能再次出现 实际和它的中间宿主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病毒在蝙蝠里面 肯定是长期存在的 但导致人类的感染 一定要有个中间途径传染给我们 所以这个决定于我们中间宿主 是很广泛 如果很广泛的 那很难杜绝它 所以这个我想呢 可能是不是能不反复 在人类中反复发病出现 取决于我们这个中间的传播途径 这个传播链 但是这次中间宿主 现在好像还并不明确 还不太清楚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不踏实的地方 是这样 所以人总是会对未知的 它会产生一些忧虑 但是随着我们对这个病毒加深了解 去研究它 我觉得只要能够有更有效地做好防控 个人更有效地做好防护 是没有问题的 是这样 就像刚才提到 流感每年都有 但是你做好防控 它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它的传播 包括这个网友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疫苗出来之前 是不是总是被各种防护用品 实际这种我想也用不着恐慌 常规的 我们是流感也好 这类病也好 我想这都可以满足需求的 通过这次这个疫情 我想中国在这种大的疫情来临的 储备能力一定要强化 是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好的结果了 继续来关注一下 疫情的相关情况 那近日呢 武汉汉阳方舱医院首批的康复患者 就正式出院了 那这次康复出院的患者呢 一共有53人 其中年龄最大的64岁 最小的17岁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可能康复 谢谢你们 谢谢 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一下我们国家 我还要感谢很多的医护人员 他们把我照顾得无畏不至的 所有的患者都会好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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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午11点 首批康复出院的患者 都经过全身消毒 随后由专门的车辆运送到医院门口设置的更衣室 进行了再一次的消毒更衣工作后 正式完成出院程序 据了解 汉阳方舱医院主要收治确诊的轻症患者 治疗方式以中西医结合为主 此次出院的患者 都是在满足体温正常 达7天以上等6项条件 在经过医院的专家组审核确认后出院的 我们是专门成立的一个审核专家组 执行双签字 就是由武汉专家和我们山东队的专家 双签字来确认他出院 记者从汉阳方舱医院了解到 这些出院的康复患者 接下来将去到专门的集中隔离点 在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后 才能回家 期间医院还会对他们进行电话回访 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 关于方舱医院 我们看看网友们的提问 好的 爱吃冰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目前各地元业医疗队的人员配置 呈现出哪些特点 元饿 元饿 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新闻里说全国10%的重症医务人员 军池远武汉 那这对武汉的救治情况有多大的帮助 好 还是请王主任来回答吧 好的 首先 现在目前的池远武汉 湖北地区的这些医务人员 一方面是ICU的专家 就是重症医学专家 刚才提到了 这是重症医学专家 很多危重的病人病死率很高 而重症医学专家就解决这些病人的脏气的维护 保证他能够痊愈 所以ICU的专家 就是重症医学专家 现在还是非常缺的 所以刚才提到 百分之十的 中国百分之十的 全国百分之十的 这个ICU专家都到武汉湖北去了 所以这也是进一步保证 这个最大限度的降低病死率的一个举措 除此之外呢 实际上还有一些儿科 刚才提到了 儿科中医 因为中医中药 在这个现在这个方舱啊等等 这清型病例 尤其在清型病例 还是广泛使用的 希望通过这中医中药的治疗 使他尽快地痊愈 当然儿科也有一些问题 现在儿童 因为这个病呢 是普遍一感 也确实发现很多儿童的病例 尽管目前数据来看呢 儿童的病例不是很重 但是也需要 他儿科医生进行照护 观察病情 一旦有其他 因为他不单纯 还是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的问题 比如说儿童的其他的问题 所以现在儿童的医生呢 儿科医生也在驰援湖北武汉 所以我想通过这种 全国的这种医务人员的 这种权力的支持 我相信能够打赢这档战役 有效地控制和降低病死力 谢谢您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疫情的一些焦点问题 那最近呢 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港复工了 那么走出家门之后呢 有一些人开始担心说 会不会感染上这个新冠病毒 那么针对一些热门的问题呢 我们也是整合了专家们的意见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交点一 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皮肤传播 现在病毒进入人体 都是通过我们的黏膜 也就是口 鼻 眼 主要是口鼻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 都证明 新冠病毒是不能透过皮肤 侵入人体的 所以如果保持正确的 洗手的习惯和勤洗手的习惯 是可以避免这些传播途径 焦点二 新冠病毒会在头发上滞留吗 一般情况下 公众外出回家之后 不需要进行专门的洗头或者消毒 一般的公共场所 头发粘到高浓度 并且同时具有活病毒的这种飞沫 这可能性非常低 焦点三 新冠病毒气溶胶传播有哪些条件 所有的最有效的 可能最切实的病毒的传播途径 依然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 和密切的接触传播 气溶胶的传播 只有在非常极端情况下 比如说满足三个条件 密闭空间 长时间在高浓度的病毒的暴露情况下 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 这个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 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焦点四 无症状感染者该如何发现 发现就是说 像我讲的做病原始的检测 主要现在是核酸检测 以后还有抗原和抗体上检测 但这个病的规律以后 由于对这病的规律的认识 这不断地生化 这个病毒或许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针对它当时所反映出来的 这样的生物学的特点和经济的特点 我们会对应地制定一些医学上的防范 和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焦点五 患者康复后是否会造成后遗症 即使比较重的病人 如果得到即使专业的治疗 适当地用一些药物 比如必要的吸氧 就能维持一个良好的人体免疫状态 一般也不会造成后遗症 所以大家不必过度地十分恐慌 对于免疫力低的人群 患有新冠肺炎的话 那么更应该加倍地重视 除了刚才短片当中的这些答疑是获 那么很多网友也非常关注各种新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可能还是跟新闻当中的一些热点有关 的确是这样 我想来推送一个专门提问 给王主任的一个问题 我们通过大屏幕也可以看到 空中课堂的问题 他说想问专家 有些地区的防疫响应等级下降之后 我看到了有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那怎么办呢 近日中南山团队从尿液当中 分离出了新冠病毒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 对防疫工作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好的 首先这个防疫等级下降以后 放松警惕 这是要特别关注的 因为我们现在强调 这个根据不同的疫情的情况 不同的地区可能采取 不同的防疫的策略 我觉得这是对的 因为现在有些低发的这种病例 这样地区可以适当地 有限度地恢复生产工作等等 这也是目前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 那么但是前提是不能放松防控的 这种策略 现在我们说比如开始工作了 那工作环境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比如说要先隔离也好 或者说进行登记也好 又发热时期是看病等等 这些一系列我们有一个反攻 专门国家卫健委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 专门针对反攻潮制定一系列的防控策略 包括这种尽可能地在工作环境里面 不要聚集 比如说吃饭也要分错峰 错开时间 不要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等等这些办法 包括办公室这个空间 要进行很好的通风 还要戴口罩 还要勤洗手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有效地可以控制 这个疾病传播的非常重要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主张或者是不建议 大家敞开去聚会 去玩等等这些事 非常不可取的 一定要特别管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尽管我们有限地复工 恢复一个工作的状态 但是这种集体的活动 一定要避免或者杜绝 就是说解封是为了复工复产 不是为了走亲房友和逛街的 没错 是这样 因为这仍然还是高风险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这种响应等级下降了 那么我们的预防控制的这根弦不能放松 一定要继续做好个人的防护 而且我觉得可能解封了 对个人来说反而防护的要求 你的注意点会更多 反而是更紧了 对 还有一问题就是问到 钟南山院士团队提到的 尿液里面 没错 第二问题就是 钟院士团队发现尿液中 分离到病毒了 和大便一样 便充也分离到病毒了 对 那这种有病毒就预示着 尿液粪变是有传染性的 但是从尿液也好 粪变也好 它的传染性并不是说过 通过消化道传播 还是经过这种密切接触 可能有限度的情况 有可能通过一定程度的气溶胶 像香港当年这个陶大花园 这个也是汴中的大便污染了以后 这种漂浮在空气中形成气中胶 导致这个呼吸道的传播 所以我想尿液这个途径 是可能导致传播的 但是我们现在建议的这些办法 勤洗手 手卫生 个人卫生 就可以有效地阻断这种接触传播 戴口罩 通风 就可以阻断这种气溶胶传播的风险 所以刚才提到 气溶胶是在相对密闭的 高浓度的气溶胶上是有传染性的 但是在家庭环境也好 这种要注意浴室的通风 浴室的清洁是很重要的 好的 谢谢您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在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防控的关键期 尤其看到有些地方 大家就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的聚会 甚至还有很多人不戴口罩 这个是一定要坚决杜绝的 为了自身的安全 也为了他人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国际方面防控的情况 当地时间的23号 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新冠病毒疫情政策对策会议上表示 将上调韩国疫情警报级别 至最高级严重 大幅度的强化防疫措施 那么此前我们知道 韩国还疑似发生了超级传播事件 具体情况我们也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冠病毒传播 他们决定推迟原定于22号举行的志愿者培训 同时强调奥运会不会取消 从3月开始 东京还将举行奥运会和残奥会的18项测试赛 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曾表示 这些比赛绝对不会推迟或取消 东京奥组委接下来将面临的重大考验时 3月26号开始的火炬传递 火炬将在全日本传递 日本政府称 正在加紧定制方针应对疫情 厚生劳动大臣加藤圣信22号说 政府有望25号发布新冠肺炎疫情 基本应对方针 据最新的消息 韩国的确诊人数又有新的上升 截至到23号下午4点 韩国再增加46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所以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602例 所以韩国和日本的确诊病例的数字快速上升 也引发了舆情的一个关注 我们来看看网友对这方面的提问 好的 我想来推送上海网友萧文发来的一个视频问题 我们来看看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请问专家 目前针对日本 韩国等国出现了疫情扩散的问题 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目前我们有哪些比较好的防控经验 可以分享给这些受到疫情困扰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我们请赵主任来回答吧 一个我们刚才看了视频里面播放的 韩国从20号才在 我们在讲在实位数53例当时确诊的 这几天我们都超过了200多例每天 22号是229例 今天加上下午又是将近200例 总数就602了 总数就600多了 所以在这么短时间内 在这几天当中 我们来讲它的病数突飞猛进 和我们最开始武汉的已经统计数 速度达到我们武汉早期的一个速度 所以对于韩国来讲 如果不从进行防控的话 那可能进一步这种 我们在讲进一步蔓延 爆发大的流行 另外日本也是一样 我们也在讲看到日本 最开始是钻石公主号 那么有600多例 634例的 还有他自己现在感染的 有100多例 那么这个也是 也逐渐我们在讲再增加 那么这两个呢 我想这都是我们周边的两个国家 我们有一话叫存亡齿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这种预防措施 它是可以借鉴的 包括我们从顶层上的战略和战术上 我认为它值得借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包括我们的分类 分级 分层 对于四类患者 一个是我们在讲这种 确诊的 疑似的 以及发热的 还有密接的这些患者的管理 这些方法 我认为是值得他们借鉴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也在想就是 他们要分享我们的 我们在讲数据的分享 包括我们对这些疾病的 毒理学的认识 以及我们对临床的这些 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 以及我们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我认为它可以在数据上共享 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 借鉴我们的这些经验 更好的防止他们国内的 对于我们在讲 冠状病毒 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这种防控 所以防控措施 还有研究成果 包括一些数据都可以共享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日本对于中国的援助 山川玉玉 风月同天 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心 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古话 投之以木桃 报之以穷窑 匪报也 勇以为豪也 我们也希望在这种困难时期 大家能够去分担 所以医学 是不分我们的种族和国界的 没错 所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日本方面 钻石公主号邮轮 也有新的消息 22号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 加藤盛信表示 钻石公主号邮轮 已经下船了23个乘客 在2月5号起的医学观察期内 未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 大家对日本的防控 也产生了新的担忧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加藤盛信说 后劳省目前已经追踪到 这23人 要求他们居家隔离14天 并且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他补充到 23人中若有人确诊 确诊者坐过的新弹线 航班信息可能会公布 在记者会上 加藤盛信还透露 22号日本已有医疗机构 对新冠肺炎患者 使用一种抗流感药物 他当天还公布了 已搭乘包机回国的 外国人感染人数 包括美国籍18人 以色列籍1人 澳大利亚籍6人 共计25人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共同社22号报道 在邮轮上与感染者同事的 100名密切接触者 与当天开始下船 他们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但将在政府安排的隔离场所 接受14天医学观察 并据法系社报道 邮轮上的1000余名船员 将在邮轮上开始 新一轮为期14天的隔离 此前为保持邮轮工作的正常运行 这些船员并未接受检疫 钻石公主号邮轮 19号停泊日本横滨港 检测结果呈阴性 没有相关症状 而且客房内没有出现 确诊者的乘客被允许下船 21号该项工作结束 据共同社近日统计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扩大影响 接纳国际邮轮较多的 10个日本国内港口 今年靠港取消次数 至少达2064 经济损失 预计将达几十亿日元 钻石公主号这几个字呢 这段时间以来也一直是舆情热点 我们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来推送大鱼的一个文字问题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他说钻石公主号邮轮事件 对于邮轮上这样的密闭空间的防控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请赵主任来回应一下 钻石公主号实际是可以说 世界顶级的豪华的邮轮 它的载客量之大 航行时间之长 但是也带来了人员非常密集 另外一个 它为了舒适很多 我们来讲空间的 导致了很多空间的密闭 也是为了乘客的舒服 那么这样也带来了 我们在前期没有很好的预警的情况下 我们在讲这个预警的情况下导致了 我们这么多游客的感染 实际我们通过这个钻石公主号的感染 我认为就是大的这种游轮 旅游的这种游轮 特别长时间的游轮 应该有很好的一个传染病的预警系统 那么这个预警系统 无论是船上的 对于乘客的这种 我们在讲医学的这些观察之外 还要对周边地区 所航行地区的疫情的 包括传染病的这种 我们在讲这种的预警系统 另外一个前期 也可能有种种原因 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期 因为这个船 船级和它的运营商不在一个国家 这样就导致了前期 很多人没人去管这个船 这也是未来应对像这种船 在国际上 共海上航行 那么大家要坐下来 针对这些船如何管理 如何去管控 那么通过这个 我想也对我们国家这个游轮 特别是我们这种旅游的游轮 那么也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景 我们在讲认为是一个敲起了警钟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 也缺乏这方面 我们在讲这种防控的预警系统 以及防控的这些措施 包括我们早期 它这个早期实际日本 到了日本之后 日本做的这些 总是按照国际惯例做的 但是我一直在回顾这个 就是早期它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时间段 后来导致了这么多 这么多船员的一个感染 所以通过这个我认为 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 对于旅游的这种船 也要建立很好的一个 传染病的预防的这种 我们在讲这种预警系统 还要建立一个非常规范的 我们在讲这种完整的 或者科学的 能实用的一个流程系统 那么就像我们一个安全的 一个安保系统一样 就是我们消防系统一样 没有这个系统 你就不能营业 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个事件 也给我们真的敲起了 一个警钟 当然对这些世界的 顶级的邮轮公司来讲 其实也敲下了一个警钟 希望以后其实对这样的 公共卫生事件 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个预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世卫组织这段时间 在关注什么 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了极大努力救治患者 降低了新冠肺炎死亡率 中国采取的措施 有效地阻止了疫情传播 世卫组织还表示 有可能在16周内 出现新冠肺炎候选疫苗 但相关测试还需要更多时间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 加快对新冠肺炎的研究 向世卫组织分享更多病例信息 好 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 推送网友的问题 大家非常关注 世卫组织专家赴武汉的进展 来看看还有成果 来看看智伟的问题 他说世卫组织专家 赴武汉考察目前有什么样的进展 这次考察的目的是什么 会对当下的疫情防控 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这个我们请小灰老师来回答 确实大家都非常关注 就是昨天 世卫组织的联合专家考察组 到武汉的情况 我觉得到武汉这个事件本身 就说明了当前中国的防控的措施 已经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 在此前我们观察到 中国和世卫组织之间 是进行了非常密切的沟通 世卫组织是多次 对中国的防控的措施 以及所产生的成效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而且也认为 中国是完全有能力 来打赢这一场防控战的 而同时我们看到 世卫组织针对一些 这种不良的反应 过度的反应 也一直是在说不的 那此时会看到 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这种评价 应该说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 就像世卫组织的总干事所说的 当前中国的这种防控的措施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标杆 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那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这样的专家组 到中国来进行考察 它去哪儿 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此前应该说 沟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长 而且是非常缜密的过程 在2月10日的时候 世卫组织的先遣队就已经到了中国 那去哪儿就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 此前公布的是要去北京 广东以及四川 三地应该说是 那现在要到武汉这样的消息一出 我觉得首先是非常振奋的 说明考察组到武汉 不会给武汉当地的一些防疫的工作 制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负担 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产生的一些成效 一些分享的这种信息 使得专家组此次的考察 会变得格外的有效力 那考察的重点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疫情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包括一些数据 而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在防控方面的 一些具体的举措 这些成绩 一些具体的情况 而成效一方面可以使国际社会 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防控的疫情 打击一些这种抹黑的声音 那同时也可以使双方 有更多的机会 来进行一些密切的交流 包括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的 疫情的源头中间的宿主 到底是什么 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交流 好的 谢谢小灰老师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进入到热点全网罗 关注一下 见在闲上的叙利亚局势 叙利亚局势建在闲上 确实这个话是土耳其总统说的 那么现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军 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那么其他的大国 在中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0号 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城 俄空天军苏尔四战机 对叙利亚伊德利布冲突降级区内的 武装分子实施了打击 据俄媒援引该中心的声明称 武装分子20号在伊德利布地区 克米纳斯至纳伊拉布沿线 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数次大规模攻击 其行动得到土耳其军队活力支持 据悉 在俄方志愿下 叙利亚军成功挫败武装分子攻击 并摧毁一辆坦克 六辆步兵战车 五辆载有大口径武器的皮卡 近日来 叙利亚西北部地区 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19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 留给叙利亚政府军撤退的时间不多了 土耳其出兵伊德利布已是箭在弦上 埃尔多安称 土耳其没有从与俄罗斯的两轮会谈中 得到想要的结果 以做好准备在一夜之间挥兵伊德利布 与此同时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利·克拉夫特 1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再次把叙利亚西北部局势升级的责任 归咎于俄罗斯和叙利亚 他表示美国支持土耳其的行动 另一方面 美俄在叙利亚暗中较劲 据美媒20号报道 美俄两军装甲车在叙利亚相撞 视频显示 一支由三辆俄罗斯车辆组成的车队 跟在两辆美国装甲卡车后 随后 俄军领队车突然提速超过了前方一辆美军装甲车 然后试图加速超过第二辆 结果被这一美国车辆挤出了路面 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 海军上校威廉厄本表示 我们注意到了这段视频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据俄媒19号报道 美军在该地区的司令部 正为右巴拉底和东岸地区 加紧补充武器和弹药 自年初以来 已有13支携带武器的军用车队 从伊拉克抵达叙利亚 他还表示 由美国领导的联军控制下的叙利亚 一些地区局势 正变得复杂 我们留点时间给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不仅仅是 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政府军 随时可能的冲突 同时还有俄美之间可能的摩擦 还是请小灰老师 确实这个网友观察到了 近义时期国际形势中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叙利亚巡视 这是一个热点问题 长期来看大国博弈 美俄之间的关系 是另外一个问题 首先说叙利亚的局势 应该说当前来说 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那就是近义时期 在这个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 和这个政府军 进行交火的过程中 双方的背后分别出现了 土耳其的火炮 和这个俄罗斯的战机 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有人在问 那土耳其和俄罗斯 会不会正面相撞 但是从目前来看 应该说战场上的各方 相关的各方 都在努力地避免局势的升温 对于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的核心的目标 是维护叙利亚的宪政权 而土耳其是希望 在这个叙利亚 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从核心的目标来看 双方还有一定地 达成妥协的空间 并不一定会正面相撞 而另外对于俄罗斯来说 也不希望激怒土耳其 俄罗斯希望当前 更多地防范美国 在叙利亚的存在 以及搅局 好的 谢谢小慧老师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可能相信今天 还有很多的网友 在持续地发来问题 也希望在新媒体端 您继续和我们互动 是的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 中国舆论厂 让我们大庭小庭 互动不停 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吧 下周日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